其他上来了一个小伙子,长得非常帅 王铁锤呢,又把他的徒子徒孙赶走了 他要亲自上场 面对这个帅小伙儿,王铁锤呢,也没有心慈手软 妙手叠出,以他高超的旗翼,把小伙子给折服了 我们来看这番精彩实战 铁锤呢,现任指路 黑旗,帅小伙儿,土底炮 红旗,驾中炮 黑旗呢,飞个巷 红旗,先补一手试 削弱你这个土底炮的威力 黑旗呢,就禁足 红旗上马 黑旗上马 红的出狙 黑旗出狙 红旗呢,高居巡河 你要是乒乓对狙,那就给你对掉 然后呢,打你中族 黑旗呢,就来一手拐脚马 户主中族,下一时候啊,要给你对了 这边呢,还要出去抓炮 红旗呢,先上个马 黑旗出狙抓一下,抢个先手 红旗出狙 黑旗补一手试 红旗呢,就选择了一手浸泡风锯 那黑旗呢,要平炮对狙 红旗不对 行过来 抓马 黑旗平炮 红旗呢,选择了把狙对掉 对掉之后呢,你这边没狙了 属于一个空门 一般的情况下,对卧鸡肯定是 不好,这是一个特殊的旗型 然后呢,这边是空门了,不假 那黑旗呢,就以弓带手 进居兵线,准备啊,吃兵压马 那红旗呢,就把中炮拆开 黑旗吃兵 红旗上马 红旗呢,也可以考虑啊,鼓一手象 那黑旗呢,充足 你这个象飞不起来呀 红旗呢,退居,保住马 他退居,保住马呢,走得很含蓄 可以说是一招两用 一个呢,是要高炮打你的鞠 再一个呢,他把这个炮解放了之后啊 准备下底 以后平边炮,要 鞠双炮啊,攻击这边空门了 那黑旗呢,就赶快平鞠 想把鞠啊,退回去,以后来支援 但是呢,同样的平鞠啊 黑旗啊,应该走一手 鞠七平八 这个平过来之后呢 红旗选择了下炮 黑旗呢,退居 这时候啊,红旗走出一步鬼手 宪兵 这条旗可以说是异想天开的一手旗 这个隔断你的鞠 延缓你平鞠过来支援的速度 那黑旗呢,也只能吃掉 红旗呢,他并没有选择这个平边炮 选择了呀,上马 那黑旗呢,再进走 红旗呢,踩进去 黑旗赶快平过来支援 那红旗呢,用个鞭炮 黑旗在这里选择了一手浸炮 给红旗呢,设下一个陷阱 这个马不要了,把你的鞠封路 那这个马你敢不敢吃呢 红旗如果说敢吃马 黑旗呢,有一个知识 知识之后啊,解杀 你这个虫炮啊,你这个虫炮啊,不是杀 下一手啊,他再退居一桌 就要把这个狮子找回来了 黑旗找回来,狮子还过两个族 还把这个鞠封路 那红旗呢,肯定是没有任何便宜 所以说呢,这个马呢,在嘴里面他不敢吃 他选择了一个跳鞭马 准备这样给你来一张 那黑旗呢,就赶快退居 那红旗呢,就来一张 黑旗下试 红旗呢,再抬马一张 那这个旗你可不敢直视了 你直视下炮一张,居没了 只能垫鞠 红旗呢,再退炮打马 黑旗现在丢个子 他就高居做双 红旗呢,先来一张 黑旗来一个御驾竞争 那红旗呢,把马打掉 黑旗呢,先把马吃掉 那红旗现在是聚马双炮 黑旗呢,是聚双炮 不过黑旗虽然说少个大子 但是过两个族 尤其是这个族 把马给控制住了 应该说也是足可一战 红旗呢,先把鞠 亮出来 黑旗呢,平鞠 抓一下炮 那黑旗呢,平炮 红旗呢,下足 欺负一下马 黑旗只能忍让 黑旗再把炮啊,刺到夏儿县 以后呢,解放这个鞠 红旗呢,就跳鞭马 踩一下这个族 黑旗呢,见平族 嗯 你要是赤族 他就来一江 你下试,再杀试一江 那这个破了四象 这个族又过来了 那这个旗啊,他有顾忌 他选择了一手飞边向 飞边向呢,也是一种灵活的下法 能够啊,投通这个鞠路 可以左右逢源 你要是飞个中向 你这个鞠呢 不能左右闪击 那黑旗呢,平足 红旗呢,就挺个鞭兵 第二时候啊,准备把马上去了 这个马再参与助攻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说呢,黑旗赶快高居 那红旗呢,先吸住这个炮 黑旗平去抓炮 这时候啊,红旗又走出一步妙手 上马 炮不要了 黑旗敢吃这个炮吗 黑旗如果说吃炮 红旗呢,就进马采鞠 黑旗高居 红旗啊,有一个跳马一将 先骑后取 然后啊,把你炮吃掉 你吃一手试 他再一进马 下一招把这个足一吃 再照头一将 再退炮一将 再鞠马炮 立马就形成立体攻势了 你如果说平鞠过来抓 那他可以退 你再抓 那就跳边上去 那这个旗呢 这个 拿这个 这边的一个奔马 你换掉你这边防守的这个炮 那肯定是红旗大占便宜 而且呢,这足还在嘴里 以后把鞠鱼退回来 可就不得了了 所以说呢,这个旗呢 他不敢抓 不敢吃 他选择了吃相 那红旗照样进马 下一招还准备将军 黑旗呢,就进足 把他担住 下一招 他要退局吃马 马一走呢,要吃炮 好像红旗不好办了 那这时候啊,红旗又走出一步妙手 更是一步鬼手 现炮 送到你嘴里 你要是用足吃 那这个跳一江 你出来再杀炮一江 以后再退炮 那这个军马炮啊 又构成攻杀了 黑旗很无奈 不敢吃 选择了平炮 你看这红旗啊 看到了一个帅小伙 这就妙手迭出 妙手连连 看谁见的不服呢 是不是 红旗进马 踩住炮 黑旗顶住 那红旗这个炮呢 就不给吃了 高一步 黑旗呢 平开 黑旗把这个足平开 下一手啊 就有一个砍炮 你不敢踩 底下有个闷沙的旗 那红旗呢 养一手士 黑旗退居 红旗呢 就平鞭炮 准备下一手退炮 把这个炮打死 黑旗来一将 红旗吃个事 黑旗再平鞭过来 下一手他准备啊 退居抓马 那红旗呢 就进炮 你抓马以后 他可以把马退回来了 黑旗退炮 红旗呢 就给他交换了 黑旗吃掉 红旗的退炮 又一打 你这个炮怎么办 也就丢了 黑旗呢 再退居抓马 那这样呢 他马呢 他就不回了 他选择往里面跳 他是 先抓一下 先将一军 对一下鞭 那你黑旗呢 只能高炮 这时候他马不回了 他往里面跳 有炮的养护 踩着鞭 这样一踩呢 这个小伙子呢 就露出了一个苦笑的表情 为啥呢 又丢子了 再丢一个 那就没法玩了 因为现在踩着你鞭呢 你要竖着走丢炮 你要是横着走 那你不管往哪边走 这个 反正你走这都是一样的 他一将 你再一电炮 然后呢 他把你炮一打 这个照样养护住马 下一时候退炮将还要命 你要是 出老将 那他这个马呀 逃都不带逃的 退居 抓你的足 你又不敢吃 吃又不敢吃 老将进去的话 他在平炮 下一手 他可以吃你的足 又可以平鞭炮 这个鞠马炮 这多两个大子 而且呢 还形成一个立体攻杀 这只好头子认负了